华南金控千金林婉贤放木混血儿 还记得板桥林家花园后代 华南金控千金林婉贤的小故事吗 2007年林婉贤和相识十年的同学刘创道结婚 两年后恭喜恭喜弄张之喜 当儿子是金法 造成法学上的父亲拂袖离去儿跟妈姓 去年生物学上的父亲冒出了 比利时级的大卫跨海打官司夺监护 那今年小孩要跟爸爸走吗 哎呦 苹果今天在新一区高级儿童室内游乐场 直击到林家花园第九代金孙Alex已经四岁了 哎呀 但他却被不知名的女性像鸭饭人一样给带走了 哦 原来是抓去洗手啊 我们实在不认识这位不知名的女性啊 但就功能性而言姑且称之为保姆吧 太感人了 Alex还是背弃了保姆奔向了生母 这是动物的本能啊 哎 环市这个乐幼屋是国泰集团彩虹图长子蔡宗翰 两年前开设的高档儿童游乐场 平日两大一小入场费叫999元啊 但林家祖产粗估1.6兆 爸爸林明成个人身家也有个320亿 所以林婉贤完全没有在意浪质宝贵的天伦时光 在于有人或热论或心坛 就是不用管自己家的小孩在干嘛 你看看儿子想要带走塑胶球被制止 他丢球意图攻击工作人员 哎呦 这时候妈妈呢 呃 林母摇摇作弊上关 好的 儿子迷途之反啦 终于激起他的母姓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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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坨番茄酱给Alex沾薯条 摄灵晚贤母爱的限度啊 苹果约乐online 好啦 他其实也有买气球给人家了 不倒 鸡 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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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